各位漁網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Bella 梁又嘉 祝大家在農年 走運一條龍 身體健康 還有好像我的名字 梁又嘉 每個人都加薪 那你在農年有什麼願望 Bella 我農年希望身體健康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是做不到事情 因為本身我自己的身體 一向都不是太好 就是普通感冒 可能都要看幾次醫生 要打完針才好 所以我希望 農年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可以讓我應付到這麼多工作 嗯 非常重要的這件事 對了 Abella 你最近出了一個專輯 叫Abella有二分一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項目呢 好 這個就是我最新的專輯 Abella有二分一 其實很多人看到碟名 都會問為什麼叫Abella有二分一 那我就簡單地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我第一隻碟 就叫做梁又嘉 Abella 那 這一隻碟 其實是我第二張專輯的上集 因為你見到 那個構圖 其實也是比較colorful 那既然是上集 那加上一隻碟 Abella有二分一 所以就叫Abella有二分一 那其實是一條solo學題 就是1.5的意思 那至於歌曲呢 那第一隻就是Filling Me 那Filling Me 其實也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因為其實solo版 自己也一起唱 那 而這一首歌其實是說 一些就來結婚的男女 會開始面對很多問題 會 買樓夠不夠錢 或者 以前我跟你說的那些承諾 為什麼現在通通都不對現 就說一些比較成熟一點的問題 那 而 都很感謝柯友倫 因為跟我合唱了一隻remix版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最喜歡就是他在歌裡面 加了兩句廣東話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要不然就可以聽聽了 就是 想要在你身邊 送你的傻瓜 我都覺得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把這首歌和solo版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感覺 還有加了一些獨白在前面 一開始 所以很熱鬧 我自己聽到覺得 嘩 很熱鬧 而另外有兩首歌 就在韓國錄的 就是Smart Girl 和我門姐一家 那這次很開心 就找到韓國兩位很頂尖的監製合作 因為他們也有幫開很頂尖的組合 Beast 和Secret 他們做監製和作曲的 就是Kim Ki Bom和Ganji One 那 所以其實 《Look Smart Girl》和我門姐一家 這兩首歌的時候 都特意飛去韓國錄 而今次的合作 都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最初自己也有擔心 語言會不會溝通不了 但其實 反而飛過去 是多了很多新的合作 因為 可能有些時候 他會說 不行 你這裡要唱得跳脫一點 或者這個 不行 你整首歌都用真音 不可以用假音 可能以前的梁又嘉 覺得 這一句 應該這樣唱的 他會給我很多新的角度去嘗試 而Smart Girl自己也是 用了一個比較可愛的聲線去唱 也很感謝他們兩位 發掘了這把這麼可愛的聲線 而去演繹這首歌 因為其實這首歌 本身是 歌詞的內容是比較 serious 的 是說 其實 現今怎樣才為 一個Smart Girl呢 是 你有很漂亮的樣子 很漂亮的身材 還是你有思想 有內涵 有自己 有自己的意見 才叫Smart Girl呢 而另外一首歌 就是我門姐一家 都是在韓國錄的 就是 究竟 我和一個喜歡的人 怎樣才為 一個完美的家庭呢 是不是 一定要住豪宅呢 還是一個小小的窩居 已經很幸福呢 至於 另外一首歌 《To My Best Friend》 我也想說一下 因為真的送給我最好的朋友 本身 因為這首歌 是送給他 結婚的 是英文詞 我自己填了一點 後來 做這首歌的時候 公司就把這首歌 變成中文詞 找了游思恆填詞 就是講關於友情的 叫做 《To My Best Friend》 也是我第三首主打歌 自己也很喜歡 Bella 其實你最近忙什麼 其實我最近忙很多 因為我現在都積極在學國語 因為都想自己講好一點 因為其實反而以前讀書的時候 國語會好一點 因為以前在澳洲讀書 和我一起住的女生都是上海人 變了很多時候溝通都會講國語 回到香港好像退步了 所以現在都在學國語 還有都在學跳舞的 那你新的一年有什麼大計呢 那至於今年的大計 其實為什麼要學跳舞和國語呢 是因為 遲些都會回內地做一些主持的工作 都要用到國語的 所以都自己想講得好一點 標準一點 流利一點 因為始終不是說 和朋友聊電話 都是一個專業 所以都積極在學這件事 想自己講得流暢一點 到時表現得好一點 至於跳舞呢 就是因為 本來我自己派的歌 好像快 原美先生 Smart Girl 都是比較輕快一點的歌 但未至於要去勁歌熱舞 所以未來今年年底 希望會有一首跳舞的快歌 所以現在都積極練舞 希望可以拉鬆些筋骨線 那年底就可以跳到一首景歌熱舞 給大家看 那我們漁網都預祝你 可以順利地理行你的大計 好的 多謝